漂亮少傅正在洗碗 突然听到下水口传来奇怪的声响 她靠近想仔细听听 可声音模糊听不清楚 于是她用洗节精在排水口弄出泡沫 泡泡起起伏符像是会呼吸 难道下水道里有活物 女人被吓得不轻 这时丈夫回来了 她立即把事情告诉了丈夫 然而丈夫并没有当回事 敷衍说是邻居家装修造成的 女人半夜睡醒想去洗手间 却再也没有出来 熟睡的丈夫被敲墙声吵醒 以为邻居半夜还在装修 气得用鞋底敲着墙大骂 然而敲墙声一点没减少 她直接跑去邻居家疯狂按门铃 邻居家一点回应也没有 男人气呼呼地回了家 发现敲墙声还在继续 可这次似乎是从洗手间传来的 等她打开门一看 妻子不知被什么东西掉在半空 正来来回回地撞着墙 撞得头破血流早已没了气息 男人被以杀气罪逮捕 但审讯她的人却不同寻常 警长 法医和一位灵异案件专家 专家相信男人不是凶手 问她最近身边有没有奇怪的事发生 男人被问到一头雾水 除了那个爱半夜装修的邻居 她的生活一切正常 一听邻居叫杰克 专家的脸色变了 原来之前一直有个叫杰克的人 给她打电话 说自己家里闹鬼让她过去看看 专家以为是恶作剧就没理 杰克总觉得床下有人 因为每次她躺在床上假装睡着 床就会悄无声息地移动 台灯的插销会被突然拔掉 她躲在被子里能看到巨大的手印 为了证明自己没撒谎 杰克特意去买了摄影机 想要录下证据 晚上台灯插销再次被拔 杰克已经习以为常 正当他准备睡觉时 突然听到录影机掉了下来 转头一看 墙上有个奇怪的影子 可等他插上台灯 影子又消失了 杰克不幸邪地查看录像机 第二天对门的小孩玩累了 在杰克家门前喝了口水 却被屋里的杰克大声制止 让他赶紧离开这里 小男孩被吓得连连后腿 结果 小男孩意外被车撞死 下葬后却离奇地出现在家中 起初警方认为是男孩母亲 接受不了丧子之痛 把孩子给挖了出来 可等法医来到 却发现地板上一串你脚印 像是小孩子踩出来的 男孩的尸体已经腐烂发臭 手指磨损严重还沾着你 法医可以断定他是自己爬出来的 男孩死后警方迅速处理了现场 血水被冲进了下水道 邻居们都来参加了葬礼 只有杰克没有出现 现在孩子自己刨坟跑了回来 这些事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法医意外撞见一个人 正是杰克一直想找的灵异专家 他把男孩的事跟专家一说 专家很感兴趣地来了 此时一个小孩翻进了男孩家 看到坐在家里的男孩 抬手敲了敲玻璃 想叫男孩一起出来玩 尸体缓缓看向窗外 外面的人听到尖叫 立即意识到有人来过 不能再让男孩的尸体待在这 他们商量着找个目的 用水泥把男孩封进去 暂时先把男孩放在了冰箱里 诡异的案件接连发生在这条街 为了调查清楚真相 三人分别入住杰克 男孩和女人家 警长带着专家的助手来到杰克家 助手被盗挂在橱柜上的刀叉吸引 手间的伸手去拨弄 突然一把刀穿透他的掌心 把他的手钉在了橱柜上 橱柜里似乎发出了损息声 他的血液也在往上流 警长把枪对准了橱柜 助理慢慢把柜门打开 这时餐具瞬间移到了另一边 显然怪物已经跑了 助理这才拔出了自己的手 警长打电话给法医 想探讨下这边的情况 结果法医却问谁站在窗边 法医看到对面窗前有个人影 奇怪的是透过玻璃能看到 没有玻璃的地方又看不到 电话里传来法医的尖叫 紧接着就没了声响 警长想跟助理说一声过去看看 助理却双眼放光 说自己有了新发现 男人说床下面有鬼 虽然从侧面看不见 但你从床尾试试看 警长果然看到了一双惨白会动的脚 当即吓的人都傻了 助理说这是因为光纤和角度特定的情况下 就能看到其他维度的生物 警长简直不知该如何反应 转身就跑去男孩家找法医 可法医却不见了 只有餐柜里发出咚咚的声音 警长撬开餐柜 法医被戳瞎双眼关在了里面 警长又被吓跑了 这次他去了女人家找专家 专家正在研究墙上的裂缝 可惜因为角度的问题 他没有看到缝隙里的怪物 听到警长说的情况 他刚准备为他详细解释 一只手突然从缝隙里伸出 直接拧断了专家的脖子 警长被吓得心脏并发作 这时男孩的母亲走了过来 警长向他求助 结果跟出来刚准备上车 却发现男孩的尸体在车上 可能是吓着吓着就习惯了 警长的心脏并不要而愈 他上了自己的车准备离开 专家的尸体却扑了上来 当即一脚由门飞奔而去 等到车彻底开远 他也想通了 这些怪物是借助水潜伏在人类身边 还能通过水控制人类 杰克家是他们的老窝 所以杰克制止男孩喝水 可惜男孩已经喝了 男孩死后的血水被冲进下水道 所以女人才听见下水道有声音 想到这里警长拎上两桶汽油 准备把这条街烧了 可当他准备点火的时候 火柴却划开一根灭一根 一转头竟然是法医在吹火柴 警察被吓得摔倒在地 他快速开枪引燃了汽油 一切终于被焚烧殆尽 几年后 警方找上了女人的丈夫 掏出三张照片问他是否见过 正是法医专家和专家助手 三人和警长全都失踪了 男人却指了指他们后面 问这个人是你们领进来的 警员满脸问号 哪有人 男人指了指专家助理的照片 几人再次回头看 凳子凭空飞了前 影片到此结束